Rank,其實在2007以前的版本 在統計的這個類別裡面,Rank 他只會有一個,不會有兩個,叫Rank而已 但是在2010以後的版本 會有兩個Rank,一個叫RankAVG 一個叫Rank.EQ 到底用哪一個比較好 我建議用EQ這個 為什麼呢 道理很簡單 比如說扣稅後的現金鼓勵好了 假如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demo 比如說排名好了 你會發現第一名會有兩個 這個是第三名 這個是第四名 這應該沒問題吧 可是如果你用Rank.EQ來做的話 這兩個都會排 第一名 OK 可是如果你用Rank.EQ會怎麼樣 其實你們可以看一下他的那個說明 他說明很有趣 這個有時候可能 有 還是會有用到的機會 他就說 不過你是會發現 看完之後 你還是不知不知所云 什麼叫 將 傳回 平均等級 其實你試一下就知道 所謂的平均等級 他們兩個 一個第一名 一個第二名 一個第二名 那兩個都一樣 那怎麼辦 最後的結果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兩個 第一名跟第二名相加 在平均 所以他們是 沒有 沒有第一名 兩個變1.5名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結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用Rank.A.V.G 也就是說 可能會有問題的就是說 如果兩個名次是一樣的時候 那如果你用Rank.A.V.G 他會把兩個名次相加除以2 OK 所以Rank.A 怪怪的 第1.5名這什麼 那到底誰是第1名 他意思是兩個都第1名 兩個都 一個第1那怎麼辦 都1.5名 怪怪的 OK 不過應該也有用到 那不過 一般上 一般而言 大部分都是用Rank.A.V.G 這樣的話就 反正兩個 同樣的 鼓勵 那就是 都 第1名 那就沒有第2名 就是再來就是第3第4名 OK 所以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好 好 那這個是我們的綜合練習的 第2題 那再來 我們綜合練習還有1題 所以 請各位回頭看一下 但不過題目 不需要額外開啟 就直接在這上面 那我希望做什麼 第1個 年齡 不要 年齡 我講的不要簡單 等於 這個應該等於是複習 Dedif 應該還記得吧 Dedif 瓜胡 前面的日期 逗點 today 比什麼呢 比那個年的部分 所以逗點 然後呢 在 記得這邊 一個小瓜胡 這邊 小瓜胡 然後呢 給他參數 參數部分的話呢 就是Y 所以你這邊給他一個Y 這個時候按打勾 我們就可以算出這個年齡的部分 這應該比較簡單 第2個就是 血型分析 那血型分析 如果他B型的話 我希望呢 在血型分析 自動幫我把底下的這個血型分析 B型的 比如說要來評價 充滿感情的行動家 前面加個星號 後面呢 再分析 再把那個 這個分析呢 一樣放在這個格子裡面 然後呢 前後呢 都加一個星號 不過這個格子太小 所以請各位 第一個先把這個高度 列高 大概調整到100左右吧 好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樣可以 當他是B型 自動去抓 兩個欄位的資料 哪兩個 這一個跟這一個 實際上 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想到吧 這前面我們用蠻多VIRU函數 那做法上面的話 大概做出來 長得就像這樣子 有沒有 充滿感情的行動家 這邊記得喔 要換行 不夠特別注意喔 如何讓那個 我們的 公式裡面 自動換行 當然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自己打上去的 你可以讓AUTO加ENTER 手動換行 可是呢 如果你不是的話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公式裡面 特別是公式裡面換行 然後呢 前面再加個星號 再加個星號 然後把 這一段話 放到這邊來 如果他是B型 所以去查 所以這裡的話呢 當然 可以用VIRU函數啦 那你也可以用INDEX MATCH 都可以 那怎麼做 我想這個部分呢 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這個部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當然要先一個星號啦 星號怎麼來的 這個星號 那你可以 從那個 插入裡面 一個符號 符號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找到那個 往上找 會找到一個叫做 其他 其他符號 這個群組 其他符號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邊 其他符號裡面呢 就會有個星號 OK 然後呢 我們加入進來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它複製 因為 在旁邊先插入 然後呢 移到這邊之後的話呢 我們才可以把它加到 這個字 其實上它就是一個字元 然後呢 我們 再串接什麼AND 一個星號 去把B型查出來 那B型怎麼查呢 點前面一下 V2函數 LugarValue 就是B型 查什麼呢 因為雪形 好像我印象中 我們已經有建了一個 對照表 就雪形 從雪形裡面幫我查 第二欄 查的方式呢 完全比對 因為雪形大概就是 那四種嘛 不會有第五種 所以 用0 完全比對 按確定 OK 那就會出現 充滿感情的行動家 然後面的話呢 也順便做出來 所以做一次之後 你不用再做了 把這個複製一下 Ctrl C 然後移到後面 AND串接 貼上 把這個改成什麼 改成3 因為 查一定查第1欄 查回來第2欄 第3欄 按打勾 OK 那因為它沒有 折行 所以怎麼樣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把那個對齊方式 改成自動換列 那水平的話呢 乾脆靠左 水平靠左 按確定 好 字太大怎麼辦 常用裡面 改成 大概10號字好了 好 基本上 大概就做出來 不過 會有個換 這個折行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呢 你要怎麼樣 去把它做個折行 以前的話是 Auto加Enter 不過你這邊沒辦法加Auto加Enter 因為它不是一個文字 它不是 裡面輸入文字 而是在公式 那你想說公式裡面Auto加Enter可以嗎 當然不行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 這個我也想很久 因為之前同學問了 這個問題 那我之前是沒想過 不過後來我想 根據我的直覺 應該呢 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從Google裡面 你可以查那個 關鍵字叫 ASCII ASCII 這個是什麼呢 電腦的內碼 鍵盤裡面的動作 都是由 ASCII 這個裡面 ASCII 所衍生出來的 那裡面呢 比如說其中第一個圖 裡面的圖 裡面其中一個 你可以點第一個圖 它會告訴你那個 我們內碼裡面 其中有第幾個呢 是換行 你會發現 第10有沒有 這個是10進位的啦 這個是16進位的 在第10的這裡面 有沒有 有告訴你什麼呢 New Line 新增 就是換行的意思 那如果我今天呢 有沒有一個函數 是可以幫助我 輸入那個內碼的 其實是有的 在以色列裡面哪個函數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在這邊 我們可以用一個 就是叫做 CHAR 在 哪裡呢 文字裡面 CHAR 這個 就是 有沒有 根據你電腦的 致源集 傳回對應的致源 那比如說我今天 在那個ASCII裡面 比如說 其實看這個 這個是10進位的 如果你要輸入個什麼呢 A的話 他的位置是65 所以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我CHAR 我就輸入65的話 他會傳為什麼 A 有沒有 ASCII CHAR 65 他實際上是模擬鍵盤的動作啦 你給他對的數字 他會給你輸出你要的致源 那我們現在需要什麼 輸入一個換行 所以利用同樣的道理 我可以直接怎樣 你看在這邊加上一個CHAR 刮弧有沒有 那號碼給什麼 換 NEW NINE那個 10 再一個刮弧 再一個串接AND的符號 這個時候呢 特別注意喔 我其實是加一個CHAR CHAR 10 就是呢 幫我模擬鍵盤裡面的 那個10 實際上就是換行的動作 幫我加上去打勾一下 OK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 神奇的事情發生了 這個有沒有 自動幫我怎樣 在這邊 換行 OK 所以這個還蠻實用的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可以這樣做 把它點兩下 其他部分呢 就完成了 當然一樣喔 最後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VBA部分 因為今天 剩下一點點時間 最後的話 這個地方呢 一樣會有VBA啦 那一樣是什麼 VBA清除 V-0函數 然後呢 一樣呢 可以把公司放進來 那不過這裡的話 我甚至加了一個 所謂的那個 格式 這個格式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呢 水 這個是什麼 Horonto 指的是什麼 那個 水平的對齊方式 如果你要靠左的話 還有呢 自動換列 自動有沒有 剛剛有個自動換列 這個有個WarpTest 等於True的話 它會自動換列 那另外呢 如果你要換一個什麼呢 字的 那個字體的顏色 那個那個 那個字體啦 就是那個正黑體的話 還有字的大小 主要是這幾個 這四行 你把它加上去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完成剛剛的動作 並且把那個 剛剛的公司加上去 OK 那這裡的話 給各位參考 把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 Viru函數 去幫我查到 對照表裡面的 第二欄跟第三欄 但是呢 這裡面的話 還會需要 去 變更一些東西 特別注意就是 中間呢 會需要 增加一個換行 然後特別注意這個 剛剛我 去 你們也可以從 網路上查啦 就ASCII ASCII 行的話 那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CHAR CHAR這個函數 它是放在文字的 那個群組裡面 如果你輸入 10號的話 它會幫你輸入那個 輸入換行的動作 這個其實也是 多了一招 一個方式 其他的話如果說你最後呢 要再把這個地方 做成那個VBA的話 在雲端上我有放了一個清除 一個Viru 這裡我多增加了 就是說 如何讓那個儲存格 做一些格式的設定 包含就是說 我 對齊方式 是靠左 然後 有沒有自動換 這個 自動換 換列 然後還有 更換那個 就是 這個 字體 然後還有那個字的大小 還有格式部分 可以再把它加上去 OK